这是全景相机C的相机拍摄的 对我们能看到左下方的提示 只是A的位置和D的位置 在舱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咱们这个画面 任务就是在舱内进行机械臂的操控 同时它要辅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节点舱里的两位航空员 北京调度 所以我们每一次太空行走 电荷报告 出舱舱门打开正常 所以敬明板 像扬照 对刚好是有朝阳一点的感觉 好的我从全景地看到你 刚刚提到从全景地 对来自地面曙光港 刚才说出舱活动支持小组 它的指挥就是曙光港 操作台完毕 嗯 首先是安装脚纤维器 对 然后 操作台其实就是在脚纤维器上的一个临时提供装 这个挂钩的颜色呢也是 完毕 航天器状态正常 航天员状态良好 机械臂运动至上臂构型指令发送开始 现在就是把手 天荷报告 机械臂运动至上臂点已锁定完毕 天荷港 这个 这个聂海胜要准备上机械臂 要上机械臂了 神舟12号 机械臂即将运动至机械设备点完毕 就是因为他上臂的时候需要借助舱门门口的这个扶手 那么他在 但他所有的指令 因为第一次出舱任务之后 很多观众网友就觉得这个机械臂是大放异彩 但他所有的这个操作基本都是由地面来输入航天控制指令 500多毫米这样的一个立方 我们可以基本上认为它是一个小型的打印机的这么一个大小 家用打印机的那个大小尺寸 它的重量呢 基本上有30多 与工具是否安装到位 确认安全带与舱体无连接 安全带与舱体无连接 完毕